右手的红丝带 午夜 迪卡直问夜班准备回家 走到电梯门前遇到了傻娃 并一同搭电梯下楼 奇怪的是 电梯到了一楼并没有停下 一直往下降 站到地下三层时 电梯门却打开了 这时有一个长发小女孩 低着头说也要打电梯 迪卡赶快关上了电梯门 傻娃很奇怪 问为什么不让小女孩上来 迪卡惊魂未定的说 地下三层是太平间 医院给每个尸体的右手 都绑了一条红丝带 刚才她看到小女孩的右手 就有红丝带 这时傻娃做了一个动作 迪卡吃得吓死了 你知道傻娃做了什么吗 传说 有一只来自异度世界的刺客蜗牛 与只签订契约 便可以得到十亿美元 但条件是 每天零点 蜗牛会随机出现在 五公里范围内爬下那人 与他物理接触的瞬间就会死亡 并且他无法被杀死和阻止 很多人都曾尝试挑战 但没过多久 不是离奇死亡 就是被逼得疯癫自杀 傻娃拼不信 与蜗牛签订了契约 很久过去了 傻娃还是享受着富豪伴的生活 你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吗 行